那時候跟瓜哥一起拍廣告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麵筋嗎 不是不是 那個魯拉拉的事情 魯拉拉 這件事 對 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 裸戲 你知道嗎 然後想到現在來想說 我為什麼那麼笨 要去給他拍這種東西呢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浴巾下面不能穿內褲呢 我問問他這不是 我想這不是在拍為什麼不能穿 然後導演就說 不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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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想到後來拍到一半 掉下來 然後我記得第一個說 不要看 我第一個就不要看 然後我全部都不在笑 童星長大了真的不一樣嗎 真的 應該是童星 對 童星 誰跟現在長得完全不一樣 你第一次演戲是幾歲 小學一年級 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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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歲的時候 你知道你在演戲嗎 可能在小的時候還有 我的記憶是在7歲 可是我媽說在小的時候 她有帶我去過現場 但是我不知道在演戲 我是跑來跑去這樣 7歲的時候就知道了 7歲知道 因為7歲有台詞啊 就是7歲以前的台詞 都是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7歲以後就知道說 這個是原我媽媽 我必須要跟我媽媽講什麼 然後這個是演誰誰誰 我必須要跟她講什麼 已經有概念 誰教你念對白 跟我對手系的那些 那些明星 他們都會告訴我 就說 等一下 你要怎麼樣 喔喔喔 就這樣 所以那時候不是很了解 到真正了解的時候 知道自己在拍戲 小學一年級嘛 然後拍到四年級就不拍了 再來就到國光營校才拍戲 不過我的感覺是 童星長大 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會變得比較 腼腆 比較害羞 對啊 你例外了 你什麼東西 OK 外放得不得了 不要亂講 我的色情是內向 他沒有跟小排合作過 他都是個 你看 首先這一位 演過他爸爸的 周潤發 發哥 再來這一位就是 周星馳 星爺 好 再來這一位 喂啊 雍果 陳松勇 陳松勇 OK 你看... 這一張周潤發 那個頭髮這麼長啊 梁朝偉 劉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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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是你年紀比較大的吧 這張是我 我三年前去內地拍的一部古裝劇 所以說你現在還在我們這場嗎 還是有 比較少 可以 當年跟小康有合作過對不對 20年 就是 就是他的第一部 對不對 是第一部片 他們七部 沒有 對他有印象嗎 有印象 來演我哥哥 戲裡是親哥哥 這樣子啊 兩個站一起 這家兄弟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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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會變的 是 對不對 當年我也才十幾歲 你跟小康第一次回座有什麼感覺 跟康哥的對手戲很少 很少 你們慶忠弟為什麼對手戲會少 他都跟那個什麼殭屍在一起啊 誰要 你都跟殭屍演戲 對啊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 我們那部戲有大概七八個童星嘛 對不對 對 都是演他同學啊 或是我們父親小孩 你就會覺得 在整個在拍攝的過程 遇到他的時候問題最少 完全等一下 好 他最近是什麼 很快就好 你跟浩浩他們同期的喔 差不多 這一張照片真的包含了 當時所有 真的在一線的童星 而且這些童星裡面 每一個都會演 每一個都可愛 你也是其中之一 好厲害 謝謝... 但是我覺得習近倫 他的那個小時候的表演 真的跟一般的童星 是不一樣的 他自然路線 對對對 他是滿自然的 我們看看這一張 你看他拍照多自然 哎呀 跟歪哥長得真相啊 那時候你那部戲 這什麼戲 那山馬谷我的家 這裡面他是就演我爸爸 那山那谷我的家 那山馬谷我的家 那山馬谷我的家 那山馬谷 那山馬谷 那山馬谷是原住民的地名嗎 對不對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應該是啦 就是講台灣山上的過關故事 對不對 那時候是真的是在山上拍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紅星 很怪怪的 接下來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表演的方式跟人家不同 從這張我們卻也看得出來 怎麼這個 怎麼這個 老謝橫球的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 然後你看這個很自然 其實他以前跟人家不太一樣 你這部戲是演公公的 對啊 就 是不是 小太監 小太監 是嗎 原來你是 沒有啦 他演過太監 這個太監就前輩了 那請問一下 你當初是怎麼進這個圈子 當初就是幼稚園嘛 那個製作單位 他們去那個幼稚園裡面 就找了很多小朋友去 對啊 那就可能就找幾個 就比較浩動活潑的 對 那我就其中一個 就這樣開始 嗯 嗯 其實 我們對你真的最大的印象 就是在於熱帶雨 對 熱帶雨裡面 你被綁架 然後當年跟文英阿姨合作 你在拍熱帶雨電影的時候 你為什麼這麼自然 就 就當作去玩 對啊 就覺得那時候 就因為小時候就覺得 很好玩 對啊 什麼都很新奇啊 對啊 就當作去那邊是不玩 其實基本上你的個性是開朗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比較內向一點 不會啊 我內向髮型不會剪成這樣 看在側面 看 看小胖 這個很好 進爆 其實他們不懂我們 我們內向人他們不懂 沒有 我懂 是英國派的 對 英國派內向 好 那你跟文英阿姨合作 你覺得文英阿姨是個什麼樣的人 文英阿姨喔 她就其實她對得很好 對啊 就有點那種 怎麼講 很多事都會很熱心的去幫忙 像媽媽是不是 像嬸嬸這樣 對 就像媽媽或像 對她來講像阿嬤 就很怕了啦 就感覺就很好 怎麼會小時候這麼可愛 長大這麼Man 怎麼回事呢 對啊 變Man了 就遺傳吧 遺傳吧 OK 那你現在在幹嘛 現在當學生 主業是當學生 然後副業是中文 教英文 教英文 你現在是念什麼 外文 外文系 你念外文系 你外文這麼強的還念外文 沒有啊 就 就要多了解嘛 對不對 這樣才好啊 這個下巴 從這邊看跟小偉差不多 小時候下巴沒有這麼明顯喔 小時候下巴比較遠 對不對 我記得你小時候拍的戲 大部分都是我們9點半的那個戲 對不對 好像是 對不對 還有廣告 廣告比較多啦 我覺得 這個人很可愛成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看他以前可愛的VC 好可愛喔 請看 媽咪 我們可不可以 按兩下 洗前面 讓孩子從洗澡中學獨立 媽咪 我的 媽咪 我的 魯拉 爸爸 魯拉喔 來囉 大小兵型 那時候跟瓜哥一起拍廣告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麵筋嗎 不是不是那個魯拉拉的事情 魯拉拉 這琴菇 對 那個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裸戲 你知道嗎 然後想到現在來想說 我為什麼那麼笨 然後就給他拍這種東西呢 然後因為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浴巾下面不能穿內褲呢 我問問 這不是 我就想這不是在拍 為什麼不能穿 然後導演就說 不會怎樣… 然後想到後來拍到一半 掉下來 然後我記得第一個說 不要看 我第一個就不要看 然後我全部都不要笑